網站的設計 我現在點的是上面這個第二個選項 這裡有收到功能介紹 第二顆 那我還是把它切成 不要在中文模式下 會出問題 那回到我的教材這裡來 好 在這邊有三個教材 我希望把這個放在教材裡面 點這裡 三個點點 先這個 最下面這個 這老師會比較陌生一點 其他你會看得懂 其他點點你知道 來我把它點起來 會出現這個網址在這裡 在這裡 語言 還是只能選英文 語言這邊呢 最多是簡體字 如果你覺得簡體字OK也沒關係 OK嗎 那把這裡 那老師瞄一下 大小在這裡決定 寬跟高 你看到嗎 這單字你認識 寬是500 高是高 如果你覺得 結合在你的網站上面 好像它太大 你就來這裡把這個數字改掉 我就先不改 複製起來 點這個 我剛放到來 Copy 那在這裡呢 一般網站上面就會出現這個 有看到嗎 來來來看這個 Inbed 好 點進來 Ctrl-V貼上 Run 就進來了 我想跟老師示範這個 並不是代表只有這個 大部分的網站很多 Google Classroom 也都可以把它結進來 所以點這個它就可以開始跑 就在這裡面 這就是結合在個別網站 這裡再算時間 這就是結合在個別網站 這個 那我們在分享的地方我們再看一下 分享如果在你的Google Classroom 再看一下Share這地方 分享出來 Assignment對不對 這是公開你知道的 Assignment 這裡我們看最後動作 其實這裡可以給那麼多 這裡也是分享網址 那這是Email給老師 跟你的Google Classroom做結合 Twitter 這個FB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分享到你FB 給你朋友玩 如果他們有興趣的話 這個 就行